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全国大选近在眼前了 因为接收许多跳槽议员而一夜壮大的大马全民党 里头现在的拳斗是再度升级 闹出了两名党主席 不止现在原任主席就是孙伟轩他宣布呢 要冻结后任主席祖莱达还有另外12名党领袖的党籍 那孙伟轩呢他也援引党章 明天呢紧急在沙拉越四里街召开最高理事会会议 就是要讨论主席职位的课题 而那些已经被冻结党籍的这些领袖们呢 是不被邀请出席的 全民党的创党主席孙伟轩这两天呢 就在面子书发文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卸下党主席的职务 而10月初那场任命祖莱达出任新主席的最高理事会会议 他说他当时候根本就没有在场 因此他就行使主席的权利 宣布冻结两名擅自宣布 祖莱达是主席的全民党总秘书诺西兹万 以及宣传主任扎卡利亚 他们都是祖莱达的亲信 那孙伟轩强调呢自己才是全民党唯一 而且合法的主席 也只有他有权利签署委任状 委派候选人上阵大选 针对孙伟轩的这个说法 祖莱达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持沉默 但是他的亲信诺西兹万 昨天呢就召开记者会反击孙伟轩了 全民党陷入权力斗争 主席闹双暴事件持续发酵 被创党主席孙伟轩冻结党职的诺西兹万 昨天告诉媒体 由祖莱达出任党主席的决定 早已经在全民党大会上通过 他还当场出示跟孙伟轩的WhatsApp交谈记录 显示孙伟轩当时已经承认了 祖莱达是党主席的地位 他不明白为何孙伟轩会突然不认账 dalam minit mesyuarat yang sebelumnya iaitu yang kelima kita sebut pukul 3 petang apa jawapan YB Leriseng? please carry on IBM IBM ini adalah ibu bangsa Malaysia ini jolokan yang kita beri kepada Datuk Zeradakamarudin please carry on satu menunjukkan dia tahu nombor dua menunjukkan dia kata carry on teruskan dan yang paling penting sekali IBM is president ini pengakuan daripada Datuk Leriseng sendiri selamat menikmati